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Tom 歡迎大家回到足球小象分戰夢幻隊 我之前投放的影片講關於K-Lab新的更新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今集我會講多一點新的更新 但在講這個之前 我首先會跟大家講講K-Lab 剛剛今天翻出的一個Pool 就是巴西池 當中UP的角有減拿、技大媽和綠叔叔 這三隻如果大家是沒有的 我都會建議大家抽回 尤其是頭兩隻 因為一般大路, 現在層級PUH 很多都在用 首先講講這隻減拿, 它是綠叔的 可以打兩個位置 現在打FW和OMF 體力方面它是可以高的 如果你說能力值方面 其實你見到射門可以, 另外那些是一般的 但它其實有的特技就是 它有這個運身 如果是體力多的時候 那些必殺技威力就會加強 它可以最大去到20% 所以它射的第一下 其實就會是最強 它對技就是力海外 5人 就會加23% 另外有帶兩招S技 分別是低空和高空 另外有帶招A-PASCUT 它本身是沒有帶地蛇 但是一般都會吃到限拿的招地蛇 因為現在暫時如果你說 拿度來來說 限拿的招威力是最高的 所以很多都是這樣吃了它 潛技方面它就是 力屬海外兩人就會加2.5% 另外最重要的是 力屬海外二人就會減對面3.5% 射門必殺技威力也會加10% 所以如果你說射球來說 是第一腳的 你的威力就會變得很高 我試過用它在禁區外 射第一腳 都可以進入月中3 再看 它用招的時候會省體 因為它可以省體是20% 另外封入無效化 如果對方對面 比如後衛想封你技的 你變了都可以cancel它 其實這方面是不錯的 因為現在其實 對著很多後衛都會有封技 所以這方面它就變成很有用 這個減拿可以抽得過 如果大家還沒有 尤其是如果你是減對的話 就必須了 接著就到這個技大媽 它是技術的 其實防守的數值就尤其高 全部都過萬 另外它力量方面都高 它隊技方面 它就是技海外五人 就會加23% 它必殺技強化 它全部必殺技威力 都會加20% 它本身有帶兩招S技 S pass cut 和S block 另外有帶招A鏟和A全 潛技方面 它就是技術海外兩人 就會加3.5% 接著最重要就是這個 它有盾 就有4% 我看到有很多都是落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盾 另外對地射就會加12% 對高空波 它也會有10%加成 封印無效化 一樣 如果你是對著 有風技的前鋒 又在中場 會變成了 都不怕被對方風技 整體來說 這隻大媽 是OK的 如果大家是沒有的話 我都會建議 是抽回它 因為層級PVP 現在我都建議 是還有人用的 如果是尤其是 對一些是 高伴的 高伴的隊 通常都會是 有機會落到它的 因為它始終有我的盾 在這裡 無論如何都會幫到大家 接著就到這隻 力縮縮 力縮 它可以打兩個位置 前鋒 和OMF 其實如果你說 看數值來說 它攻擊能力方面 射門和扭都OK 其他數值就一般 只要是 隊技方面 力海外 5人 增加23% 另外特技 如果有帶刺耀 在球 它能力 增加20% S技方面 它有帶兩招 有帶一招S扭 還有帶招S射球 但是 招S射球 其實威力 不是太高 也沒有 越中縮縮 那隻那麼高 另外還有帶招A拳 潛技方面 海外 選手4人 就會有加4% 會暗加巴西選手1% 然後再暗加刺蝟2% 必殺技封印 這一招 其實我最初對著力縮縮的時候 我就覺得挺煩的 因為它就 如果你配合的時候 你就可以封了對面那招產技 雖然它發動率 只有70% 但其實 一般來說 都會發動到 所以 在這方面 其實都會挺頭痛的 另外 如果是 在比賽的比數 是同點的時候 它的能力值 也會加7% 正確來說 這一隻叔叔 其實是不錯的 它是挺好用的 但是當然 你說出了月中縮縮之後 這一隻就開始淡化了 都少了見人用 但如果你是 未有它的 又或者你都可以抽回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帶招S扭 它這隻S扭 其實是最高威力的S扭 如果你本身是有用月中縮縮的話 你就可以抽回它 就可以吃它的扭技 這樣 這個詞 還有13日時間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看看抽不抽它好 另外 分別 都可以用有想詞去抽它 大家可以看回自己的興趣去抽它 又或者是有需要 另外這裡 其實我會想抽抽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 有儲了四張 這張KLAP每日會送的券 就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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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提升的三隻角 除了你說是荷蘭大哥之外 另外那兩隻我都沒有 所以我就想看看會不會是有機會 可以在這些券那裡 可以中回來了 可以中回來了 都不同了 他去撞牆 撞牆會不會有些新角 可以給我吧 好,看看做什麼 好,重複 之前已經有了 不要緊 再來10抽 好 我聽Klap說 如果抽中了之後 其實你的球也會有變化 還有 把卡 如果中到的時候 他也會有變化 我看看會不會有機會給大家看 這個就應該沒有了 好 然後 然後 另一個10抽 看看會不會有東西中 一隻鳥 相信應該沒有了 齊人 看看會不會有東西中 盧比到就應該沒有了 好,都沒有 好,最後這個步驟 也是 有一張SSR Guaranty 好 好 好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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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兩隻鳥 不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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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好 好 說 可以講 好 很 好 好 另外就是限吾,因為這款都會長用 另外就是這款技的巴塞光頭DF 我都會把它寫上去 另外那款有火事牆,例如這款是布雷諾 這樣可以稍微凸,因為它有火事牆 所以如果它打落的話,它的能力相對地,看少的話就會再高一點 大家也可以看看,如果這款角是有火事牆的 其實那款都可以考慮之後才凸 不需要說一定是這麼心急,如果一次角都凸了 就是所有角都這樣 我暫時對球就是這樣 之後我都會繼續去打我的角 我打好些角之後,我會試試打一下層級 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好,另外就說了一點這個限界突破就是 大家會是,還要斟酌著那個井堡和殼仔 其實井堡用法就是,當你如果是 凸一隻角的時候 譬如舉個例子,我按一隻拿到來 就是這樣 如果我想將它是一凸或是兩凸的話 我其實就會是用井堡去凸它 用井堡去凸 當然,如果井堡沒有的,你又會問 我用鶴仔去凸可以嗎? 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戴一隻 是同名角,同名四凸角 去凸才是可以凸到的 假設如果你本身 你只是用鶴仔 單獨用鶴仔去凸的話,就不會凸到的 是的 它的作用,其實最主要是你 配合一些已經是射凸的同名角 這樣 而去凸一隻角,它才是可以用凸的 所以大家在這方面可以留意 另外,有一件事都可以跟大家說說 如果你選擇角去凸的時候,就可以看 你自己本身有哪些舊角是多 如果你說你舊角多的話,那你就可以考慮 就先凸掉它 如果你有多舊的重複 攜心吾的,那你就可以用那些舊的四凸的 攜心吾來凸這個下吾 但是如果你變相,舉個例子 如果你說是這個波斑,它本身出的角比較少 那你就可以留下之後再慢慢凸它 你選擇角方面,例如舉個例子 拿到來,其實它本身出的角都多 所以如果你說你想凸,拿到來的時候 變相都會有一個方便 你都可以隨時,很快都可以將它四凸到 這樣 大家就可以參考這方面 OK,那我另外 講完這裡,我就再講多一點 關於K-Lab之前的一些新的更新 大家就看到這裡有一個PVP的畫面 它有一個新的功能,就是如果你是 想棄拳,即是離開比賽的話 就會有一個按鈕可以讓你按到的,就是右上角 那個圓圈,接著中間有一條斜動的按鈕 那個按鈕就是給你,如果你一按了的話 它就會有這個message彈出來的 那中文就是說 如果你是離開的話,你就不會有任何 Coin,有任何經驗值可以收到 那你會不會是 sure去quit呢? 那你按了quit的話,retire,即是在這個情況下retire 那你就會出去,那那場球你就不算 但是呢 當然如果你打層級 你也都會減分 還有所有那些 Coin和經驗值你都不會有 這樣 這個功能其實呢,我覺得 有需要才用 因為一般來說,如果你說像我這樣打PVP 我都會由頭打到尾 就算對球 有多難也好,我也會跟他打打一下 OK,另外這一方面 我想說之前跟大家說的那個 是必殺技的射波按鈕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那個必殺技的射波按鈕就在 右邊最頂那裏 那當你直覺呢 即是在他這個case來說就是 力技利華爾 如果他拿著波的時候呢 在按鈕方面,上面那個按鈕就會出現出來的 如果他按了那個按鈕的話呢 你反而就會立即使用到必殺技 而不用再像之前那樣 要按中間那個必殺技射波按鈕 然後再選擇 會有了一個方便在那裏 大家如果是打PVP的時候 就不妨留意一下 另外這裏其實就是一些八卦的東西 就是想跟大家說 另外一個KLIP一個新的更新 就是技術 就是更新荷蘭龍的樣子 之前的樣子都很嚇人的 現在更新了之後呢 就整個帥哥哥了 讓大家用起來的時候 都會好一點 當然啦,我覺得除了這隻 荷蘭龍之外 另外要更新的下一隻 就是這隻蜘蛛光頭籠 因為它的樣子 都是一樣不行的 所以就 我都希望接下來KLIP就會再做更新 就改了它 OK,我想大家都在忙於插幣 當中會有一些井寶可以換到的 大家可以透過 可以透過那個插幣 盡快換掉那些井寶幣 它最多就可以 換到四個 因為它每一百個 大家看到左上角落 每一百個就可以換到一個 其實我都已經 差了很多了 我只剩下很少 例如黑波 這樣啊 另外就 井寶幣 其他大致上我都已經換了 所以其實 我想我都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 再插進去 石頭那裡其實現在我有四百多的 但是當然 這個 新的限界突破出了之後呢 其實 變了現在 抽角的動力都相對少了 因為現在 會變了更加小心 就是去抽角的時候 因為你抽中了 會想到會不會四個去好呢 所以變了我將 這四百多粒就寧願是留回越尾 去抽越美限 看看它到什麼時候 會有些什麼 上角 會出了 因為我自己 越限 角都比較少一點的 那麼 看到時候它上了就可以去抽一下 OK 那麼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如果是喜歡這條影片的 可以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我的channel 我接下來就有新的題材 我都會再跟大家見面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